在某高校,有一个名叫青春飞扬街舞表演团的学生社团,在这个朝气奔波的团队里,五名队员相互帮助情思兄妹。 当队员苏林遭遇前男友秦冰的纠缠时,队长郑东进仗义出手,假冒苏林的男友以帮他摆脱情感困境。 不料此举激怒了秦冰,他跑到大学校园里四处散发传单,对苏林和郑东进极尽污蔑,事态扩大,团体蒙羞,郑东进和街舞团其他成员岂能坐视不理,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他们的干预,最后竟演变成一起惨烈的血案。 静静收听本期的判故事,大学街舞团。 郑东进出生干部家庭,引导能力在同龄人出来拔萃,上大学才三个月,他就组织同年级的两个男生,刘伟和李胡,成立了该校首个街舞团。 后来,街舞团又陆续加入了苏林和一个名叫张东民的男生。 他们经常一起训练,一起到校外演出,渐渐的在校内外有了一定的名气。 而五名队员的感情也日益深厚,胜似兄妹。 六月,某商场周年庆典,邀请青春飞扬街舞表演团前去演出。 演出结束后,他们拿到了一千二百元的酬劳,到餐馆吃饭庆祝。 席间郑东进兴奋地说, 我们现在啊,就像一个小型的演出公司,每个人既是老板,又是员工。 苏林等人也纷纷感叹说,在这个团队中确实学到了很多书本外的社会知识和创业经验。 李胡还激动地提议, 哎,等毕业之后,咱们干脆一起成立一个演出公司,到时候肯定能赚大钱呢。 那天,五个年轻学子举杯畅饮,深深地沉浸在纯洁真挚的情谊当中。 九月,开学一周后,郑东进兴奋冲冲地找到苏林, 哎,晚上一起排练一下,下周六有公司开业,请我们去演出。 没想到,一向对排练演出很积极的苏林却愁眉苦脸地说, 哎,我最近心情不好,但是不想参加活动了。 郑东进惊讶地问, 为什么呀? 苏林欲言又止,郑东进只好失望而去。 苏林是唯一的女队员, 因为她的缺席,全队的表演会受到影响, 郑东进只好借故推掉了这次演出任务。 郑东进原以为苏林只是一时心情不好, 过几天就可以恢复排练演出了, 可没想到一周后, 苏林竟找到她吞吞吐吐地说, 师兄,我想退出借务队。 郑东进大吃一惊,一把抓住苏林的肩膀,急促地问, 你,你肯定是遇到什么困难了, 如果相信我们,就说出来, 大家一起帮你想想办法。 刘伟等人也很着急,纷纷关切地询问, 苏林再也忍不住,哇的一声哭了起来。 原来,苏林有一个名叫秦冰的男朋友, 两人是在高中时偷偷相恋的, 高大帅气的秦冰家境贫寒, 高考前,他们曾相约考同一所大学, 结果苏林考上了,秦冰却落榜了。 苏林劝她再复读一年, 但秦冰为了供两个弟弟读书, 最终选择了到广东打工。 此后一年间,她每周都给苏林写信, 还要求苏林也写信给她, 告诉她每天的生活情况。 渐渐地,苏林察觉, 秦冰对她的要求并不是因为爱, 而是一种源于自卑的变相的约束, 两人为此矛盾越来越深。 2009年暑假, 苏林提出了分手, 可秦冰怎么也不答应, 此后她不在外出打工, 而是留在县城帮人搞装修, 这样她就可以离苏林近一点。 苏林开学后, 她每天打电话, 发短信, 要求复合, 还经常跑到学校来找她。 苏林为此焦头烂额, 哪里还有心情参加街舞队啊? 得知这些情况后, 郑东静等人一方面为苏林担心, 一方面也为街舞团的前途忧虑。 苏林是唯一的女队员, 也是全队的骨干, 如果没她, 全队就无法演出, 街舞团也就面临着散伙的危机。 因此, 他们下决心要帮苏林走出困境。 郑东静将五人的手拉在一起, 重叠起来, 郑重地说, 我们是一个整体, 有富通享, 有难通道, 苏林的事就是我们的事。 队友们的支持, 给予了苏林很大的力量, 他哽咽着说, 有你们的帮助, 我一定能处理好这件事, 我们的团队一定不会散伙。 经过讨论, 苏东静等四个男生一致认为, 苏林应当先给秦冰写一封信, 客观地说明两人不能继续相处的原因。 苏林写好信后, 拿给郑东静看, 请再提提建议。 郑东静犹豫道, 这封信肯定涉及你们的隐私, 我看不合适吧。 苏林笑道, 我早就把你当大哥了, 小妹的信当大哥的看看有什么关系。 郑东静认真地看完信后说道, 我觉得你不宜过多强调你是大学生, 这样会让他认为你看不起他, 激怒了他, 事情就更不好处理了。 苏林觉得有道理, 就按他的意见重新修改了一遍, 将重点放在自己对爱情的理解上, 希望秦冰知道高中时代两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都不成熟, 对爱情的理解也不深刻。 郑东静觉得修改后的信比较客观而诚恳。 虽说分手之痛苦的, 但看了这封信, 他应该能理解。 一切正如郑东静所料, 秦冰收到信后, 发了一条短信给苏林, 我虽然没上大学, 但我读过书, 也明白道理, 我尊重你的选择。 苏林如是重负, 对郑东静等人很是感激, 此后一周里, 没了压力的他, 与队友们一起出去参加了两场演出, 每人挣了三百多元钱。 正在此时, 他从一个高中同学那里听说秦冰的父亲重病住院, 而秦冰正在四处借钱给父亲治病。 心地善良的苏林犹豫一下之后, 还是请同学帮忙转交五百元钱给秦冰。 秦冰收到钱后非常感动, 以为苏林对他还是有感情的, 心中又萌发出了一丝希望。 半个月后, 等父亲出院回家, 秦冰便冒着生命危险, 去山里掏野蜂窝, 为苏林采来满满一大瓶纯正的野生蜂蜜, 他知道苏林患有蜂蜂蜜, 而长期服用野生蜂蜜对治疗蜂蜂蜜有好处, 高中时他就曾为苏林采过一瓶野生蜂蜜, 但苏林知道野蜂非常厉害, 怕他有生命危险, 后来坚持不让他再去采了。 这次秦冰为了挽回爱情, 再次铤而走险。 当他满心欢喜地把蜂蜜送到学校后, 苏林立刻从他深情的眼神里明白了一切, 他原想解释自己给他钱只是出于同学之意, 请他不要误会。 可一想到他冒险采密的艰辛, 苏林又不忍心说出拒绝的话, 沉默片刻后, 他含蓄地说,"你的好意我心领了, 但这些蜂蜜我不能收, 你还是拿回去给你父亲补充营养吧。 秦冰没有领会他的意思, 非要硬塞给他。 我爸想吃, 我再去采, 你赶紧收下吧。 见他还要拒绝, 秦冰放下蜂蜜, 转身就跑了, 边跑边说,"我回去再给你打电话。 第二天, 秦冰的短信一条接一条地发来, 苏林很是苦恼, 不知该怎么办, 便求助于郑东进。 郑东进听说此事之后面露难色, 哎呀, 你确实不该收他东西, 本来你们已经说清了, 现在又弄复杂了。 苏林一听, 更是急得快要哭了, 郑东进想了想, 唉, 你继续和他保持距离, 千万不要再做让他误会的事, 也许他慢慢就冷静下来了。 此后, 苏林不接秦冰的电话, 也不回他的短信, 以此来明确自己的态度。 秦冰一急之下, 又跑到学校找他, 苏林无奈, 只好约上郑东进一起去见他, 三个人在学校外的一个饭馆里边吃边聊, 秦冰对郑东进的身份有些敏感, 对他爱理不理。 苏林看不过去就说, 秦冰, 这是我师兄, 他平时很关心我, 所以我才请他一起来见你。 秦冰看了郑东进一眼, 依旧没有说话, 郑东进试探着说, 秦冰, 你和苏林的事我都听说了, 我觉得感情的事还是要看缘分。 话说到这里, 秦冰再傻也听出来了, 他狠狠地盯着郑东进问, 你是不是在追林林? 苏林赶紧解释, 你别乱说, 我和他是好朋友, 不是你想的那样。 郑东进也说, 我们只是一起跳街舞的队友, 你别误会。 够了, 你们别跟踢我了。 秦冰忽然拍桌而起, 林林, 你逗我玩是不是? 你不爱我了, 为什么还要帮我? 今天你带着他来, 是不是想告诉我? 你是大学生, 我什么都不是? 你, 你简直不讲道理。 苏林气得一甩手跑开了, 郑东进健壮, 扔下一百元饭钱追了出去, 秦冰气愤地在他们背后喊着, 大学生有什么了不起啊, 我也不是傻子, 让你们骗着玩。 原来, 自从上次苏林收下蜂蜜后, 秦冰认为失去的感情又回来了, 此后他经常在工作的装修队中, 对工友们炫耀自己有个大学生女友, 工友们十分羡慕, 只有一个名叫吴大同的水电工不以为然, 哼, 大学生能看上你, 有本事你把他带来给我们看看, 我才相信。 秦冰一愣不服气地说, 你们等着, 等他放假了, 我一定要把他带来给你们看看。 可秦冰没想到, 风声放出去了, 感情却风云突变, 他不甘心放弃, 决定再努力一把。 一转眼到了春节, 苏林放假回家了, 秦冰天天打电话约他出去玩, 但他牢记郑东进的劝告, 一次都没出去。 秦冰越来越沮丧急躁, 为了不受工友们的奚落, 他只能换了一个装修队干活。 有一天他实在忍不住, 找到苏林家所在的高档小区, 门卫拦住了他, 问他是什么人? 他说是苏林的男友, 门卫恰好认识苏林的父亲, 见他一脸灰头灰脑, 裤子上还沾了一大片水泥浆, 就嘲讽地说, 如果你是苏总女儿的男朋友, 我就是李嘉诚的女婿了。 秦冰又羞又急, 只得转身离去了。 经过了这件事后, 他更是不甘心, 给苏林发了一条短信, 难道你真的看不上我, 喜欢那个郑东进吗? 苏林回复道, 我没有歧视你, 我和郑东进真的只是朋友, 但秦冰却坚持认为他在说谎。 新学期开始了, 因为秦冰的纠缠, 苏林心情很不好, 也无信参加街舞团的活动, 郑东进着急地对刘伟等三人说, 没想到事情越弄越复杂了, 我们要是不替林林处理好, 街舞团就完了。 一番讨论后, 郑东进想到了一个办法, 他对苏林说, 既然秦冰认为我在追你, 我就干脆假冒你的男友, 让他彻底死了这条信。 苏林想不到更好的办法了, 便同意了, 为此郑东进还特地跟同班的女友江丽打了招呼, 江丽虽然有点吃醋, 但他也没有反对。 在郑东进的策划下, 刘伟帮他和苏林拍了几张合照, 其中一张两人头挨头很亲密的样子, 郑东进对苏林说, 你不是说秦冰经常去看你的QO空间吗? 你就把我们这些合影放在你空间里, 让他死心, 过一段时间他不来找你了, 你再把相片删掉。 为了让秦冰知难而退, 刘伟李胡和张东民还故意到苏林的QO空间里留言, 称他们很般配, 真是天生的一对。 晚上, 秦冰收工之后, 到一家网吧去上网, 打开电脑, 他习惯性地进入苏林的QO空间, 很快他就发现苏林的空间里多了几张照片, 打开一看, 他的心顿时如坠冰枯, 那是苏林跟一个男生的亲密合影。 秦冰很快想起来, 这个男生就是与他见过面的郑东进。 你们明明好成了, 还来一起骗我。 秦冰气得胸口发堵, 而看到照片下面刘伟等人的留言, 他更是恨不得一一拳把电脑打碎。 平静下来之后, 秦冰终于想明白了, 苏林之所以收下蜂蜜后, 又和他分手, 肯定是那段时间郑东进查了进来。 一瞬间, 秦冰心中的恨意急剧爆发, 他苦苦思索着如何报复苏林和郑东进。 下午五点, 秦冰来到苏林的学校, 并带了一大落打印好的传单, 上面写着, 苏林音乐系大二学生, 苏林水性洋花, 剑一丝千, 有了心患就抛弃青梅竹马的男朋友, 如何如何。 他还从苏林的Q空间里面下载了他和郑东进的合影, 与自己和苏林的昔日合影一起打印在传单上。 他站在学校大门口, 向过往学生散发这些传单。 由于街舞团在校内很出名, 再加上郑东进又是学生会干部, 此时很快在学校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 苏林得知后, 又羞又气, 拿着传单就去找郑东进。 郑东进此时也得到了好几份传单, 正和刘伟等几个队友商量的, 见苏林哭得累人似的, 他很不忍心, 斩钉截铁的说, 你放进, 我马上就去找他, 这事关系到你和我们整个团队的名誉, 我一定会处理好。 说完, 郑东进就带着刘伟、李狐、张东明急匆匆的去找秦兵去了, 而苏林则回到宿舍忐忑不安的等候消息。 当晚七点, 当郑东进带着队友在学校门口找到秦兵时, 秦兵正在给过往学生发传单, 嘴里还说着, 哎, 认识照片上这个男的吗? 他是个无耻的第三者。 郑东进一听顿时期的血往上涌, 刘伟、李狐和张东明也气愤不已, 不等郑东进发话就一起冲上前, 将秦兵按在地上就是一阵拳打脚踢, 郑东进想阻止, 可刘伟等人早就替苏林不平压抑很久的火器, 此时都爆发了, 郑东进拉住这个却拉不住那个。 秦兵在混乱中挣扎着爬起来冲郑东进吼道, 你这个小人横刀多爱, 我恨你。 一听这话, 刘伟等人打得更凶, 突然, 秦兵不知从哪里摸出一把刀, 胡乱地捅了起来, 只听一声惨叫, 刘伟腹部被捅了一刀, 心血直涌倒在地上, 秦兵拔腿就跑, 郑东进和李胡张东民赶紧截住了他, 秦兵挥刀又是一阵乱刺, 李胡右腿被炸了一刀, 秦兵趁着混乱向校门外不远处的铁道跑去, 郑东进紧追其后, 校园里的一些学生见状也追了上来, 前方就是铁道砸口, 一列火车呼啸而来, 大家都被火车拦住了, 只有跑在最前面的郑东进越过铁轨追了过去, 此时几个同学七手八脚地抬起受伤的刘伟和李胡向校医院跑去, 其余人则在铁道口等待火车通过, 火车终于过去了, 只见昏暗的路灯下躺着一个人, 大家冲过去一看, 竟是郑东进, 他倒在血泊里有气无力地深咽着, 我中刀了, 你们也不要去吹了, 太危险, 说完他就昏过去了, 同学们赶紧抬起他往校医院跑, 可郑东进因为左胸伤口太身, 失血过多, 还没到医院就停止了呼吸, 扣经法医鉴定, 郑东进细配担任锐气, 致左肺液破裂出血, 致失血性休克死亡, 而刘伟左腹部损伤至胃体部前后臂穿通伤, 鉴定为重伤, 李胡右腿轻微伤, 苏林得知消息后, 哭得几乎昏过去, 一连几天他都失魂落魄地反复念叨着, 是我害了他们, 警方接到报警后, 立即展开了对秦冰的追捕, 两天后, 秦冰在家网吧上网时被警方抓获, 在得知自己杀死了郑东进并造成刘伟重伤时, 他才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, 在审讯中他痛哭道, 我不想杀人, 我只是在济分的门而我骗我, 当警方转述了苏林的笔录后, 秦冰才得知郑东进并不是第三者, 不禁痛悔万分, 可是一切都完了。 我训练超过第一次来, 我训练好健 Cass,